大家好,歡迎收看今期的節目 今天是2019年11月20日 我今天來到南寧市的虎幽村 這條村的路是比較倒的 都是很多的斜坡 如果錄好的話,開電單車的結實不夠 或者是實際不好,下雨,真的有些很害怕 這條村是南寧市一個情中村 我想大家都知道南寧是一個盤店 四周都是有些山,但是中間是平原的 南寧盤店,西至譚禄、金光、金陵一帶 東至五堂,興寧區的五堂 和雍寧區的埔廟 長有成百公里的 一個長型的盤店 中間都是平原 北邊還有武明的盤店 和南邊還有五稀、蘇稀都是平原的 但是它也有少許不太平的地方 比這條村 就是有些斜坡,比較倒的 但是大部分都是平原的 地形、地細都是很平的 就是這條村是很倒的 就是有少許部分地方是地細比較高 有些斜坡,就是不太平的地方 但是中間來說,大部分都是平原的 但是中間來說,大部分都是平原的 遲地望你想算有福祉 清風中勇氣的某夜 遺留它的窗邊有個故事 孤單單的小火子不顧靜默 徘徊樹下直至天濟路越熱 東風吹走幾多個月夜 為何出面的他欠缺諸事 黑羽春飛小子寫的愛無詞 完全慕容將我飄散夢園 更是要的小火子驚討行事 誰人癡癡並要再聽故事 偏偏置心小子只知不順集 祈求下集四個可愛夢園 知不知對你牽上萬流愛意 每晚日同心空廢盡心思 這小子玉的難兵這故事 全為我愛上你偏偏你不知 春風輕吹點點火花趁月夜 陽陽開開心心說說故事 春風輕吹點火花趁月夜 春風 안녕하세요 春風輕吹點火嗎 春風輕吹點火筊